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國際新聞時間 究竟今天有什麼國際新聞呢? 北約現在是否準備向俄羅斯發動攻勢呢? 現在口出狂言 三十萬大軍將會劍指莫斯科 嘩,周圍都劍指,你又指這裏,他又劍指這裏 那就天下大亂 另外,也會看日本也挺誇張的 不只是中國冰火兩重天 日本也出現了冰火兩重天 極端天氣很恐怖 另外,福島核電站竟然有員工種了輻射昏迷 嘩,不是啦 為什麼這麼嚴重的事沒出來 緊急去調查一下 我們稍後給大家看看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好,我們先說說這個七大工業國 因為要看看這個全球局勢 就看看這個七大工業國他們開會 開成怎樣的 但是看到拜登呢 糟了 真是 你找他做總統你都害怕了 什麼事啦 話說這個七大工業國在意大利南部舉行峰會 近日看到美國總統拜登就在這個峰會期間看一場跳傘表演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好像靈魂出竅一樣 引起大家關注 其中美國大選有對手陣營的共和黨發文 嘲笑拜登就說你看看他 好像愚蠢蠢一樣 哥哥看著他跳傘圓 有經有講 拜登另一面 然後呢 舉一隻手 好像心神彷彿 好像又要對空氣說話 不知道他整天是不是見到鬼呢 看見東道主 意大利總理梅尼諾 最後就拍一拍他 喂!回來吧 你幹什麼? 他欺負了嗎? 這樣都可以 真是懵惺惺的 不知道在做什麼 人人就在圍著聊天 拜登就對著空氣聊天 整天都有這些事情 究竟他發生什麼事 當然啦 之前我們看到拜登的兒子 肯特涉及槍械的問題 以及吸毒的問題 不知道拜登有沒有份 他經常都很懷疑 他經常都很猶云 他人不知道在哪裡 好了 在七大工業國的峰會 一年三天在意大利舉行 有政治網上 在這個峰會之前 就用六隻閉腳鴨 加一個梅尼諾 做一個標題振興 嘲笑了 英家 美 法德日 六國領袖 在國內面臨倒台或者敗選之危 只有剛剛在議會勝利大勝而歸的 意大利兄弟黨總理梅尼諾 在國緊握權力 成為G7工業國裡面最穩定的政府 換句話說 其實有外國的媒體想說 其實你除了意大利之外 看見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英國他們 實際是 新衛城大敗 解散議會 法國也是 美國更不用說了 總總統大選拜登 看過款也是實在下台 所以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民望大幅落後保守黨 看來下年的選舉也是一定輸 所以換句話說 沒有什麼好肉 而岸田文雄的支持率也伸低 九月份也會受到選舉挑戰 所以換句話說 這件事件都可以看得到 其實他們一班都是折揚 折揚之國 這樣拉大隊 現在走過來聊天 有什麼聊得到 其實就 最關鍵的一件事 就是關乎烏克蘭總統 澤林斯基 也獲邀出席 他最重要是得到美國 是不是真的會繼續支援烏克蘭 和俄羅斯 這場戰爭站在哪個位置呢 因為萬一拜登 他選舉失敗的時候 那整個立場會不會有大改變呢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有人就覺得 會不會真的只剩一口 但是如果從第一天這個峰會看得到 就說G7各國 為了未來能夠繼續穩定支援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 幾乎做出全方位準備 其中一件事就很重要 就是拜登和澤林斯基 簽署了為期十年的雙邊防衛協議 另外也可以 寫一個包單給 澤林斯基 就算將來誰上場也好 至少你還有十年的日子 我們會幫你 至少這方面也不會因為換人 令到俄羅斯有機可乘 另外 也看到在這個峰會 七大工業國集團 在這個峰會期間 就說同意 用俄羅斯凍結的資產 收集了俄羅斯的資產 然後就對抗烏克蘭 搞到現在俄羅斯很猛爭 一宣佈這件事之後 俄羅斯立刻攻打烏克蘭 說到全境拉向防空警暴 再次發動襲擊 也是做一個不同的示威 又是另外警告 最重要的是 除了七大工業國之外 其實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 怎會只有美國 你當中國死的嗎 中國這一方面又站在那邊 我們一直都看到立場 其實中國的態度都是保持 說到大家不要打架 愛與和平 俄羅斯有兄弟幫 烏克蘭一帶一路 其實之前也做了很多生意 其實兩邊都好朋友 現在兩邊都打生打死 很難做的 可不可以大家到台上談 美國方面又好像跟中美之間的關係 一般的 你看到其實很尷尬 其實就不尷尬的 最重要的是你站在我這邊就行了 在習年斯基的角度來說 現在習年斯基又得到一些很重磅的保證 得到中方的重磅保證 究竟是什麼重磅保證呢? 根據習年斯基出席G7領導峰會期間 就說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向他保證 中方不會向俄羅斯出售武器 更加說中國會否能夠信守承諾 拜登在那邊撿口水尾 就說中國向俄羅斯提供的不是武器 而是生產武器的技能和技術 俄羅斯用不需要呢? 反過來 俄羅斯沒有技術生產嗎? 我不是說什麼 純粹在這裏想想 俄羅斯不是弱到這樣 之前我們也分析了 金仔就要找俄羅斯去派技術拿技術 分分鐘帶了很多技術給金正恩 反過來現在竟然說俄羅斯需要向中國拿技術 哪方面的技術? 你說精緻的技術 我或許還可以覺得OK 但是你說其餘製造武器的技術 俄羅斯也不弱的 但是最重要是習年斯基拿到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 是否真的? 還是習年斯基吹水?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其實除了說到G7峰會之外 現在說到究竟俄羅斯 因為其實這場戰爭已經上升到另一個層面 其實之前我自己的分析 我自己覺得的判斷就是 現在在醞釀著另一件事 就是全球多國紛紛換場 換層面的人 或者那些政黨輪替等等 對這個援助烏克蘭的立場 會不會有改變呢? 會不會有些親俄的政黨上場 然後就不批援助給烏克蘭 其實這件事我又覺得未必完全很擔心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可能會受到當地的壓力 可能有些市民反戰 又或者怎樣 其實好像耳巴槍突一樣 他們都有壓力的 不是說上一場就切斷了 其實隨時都是自殺的行為 所以要看看風吹哪邊 另一件事 最主要就是現在說到 俄羅斯方面好像弱勢 連中國的不同的軍事評論也覺得 有沒有搞錯? 你那些第五代戰機兩下 竟然被無人機KO的? 又說第五代? 真的很垃圾 現在當然普京可能會忍住 是不是忍住忍住呢? 其實某程度上因為擔心現在 一個勢頭在烏克蘭上 自從美國和歐洲多國開了下燈之後 他是反攻順利的 另外現在更加出現了一件事 北約會派30萬大軍去劍指俄羅斯 那究竟什麼事呢? 是不是真的不忍了 大家都不瞞了 一次過在今年2024 搞定了他 根據北約的高官宣布 北約成員國已經成功超越 預期了目標 將30萬軍隊至於高度作戰狀態 這個決定也是自從22年俄烏衝突之後作出的 自在大幅增加北約指揮官在30天內 這個部署軍隊的能力 另外一個不透露姓名的北約高層透露 就說成員國承諾提供兵力不僅達到30萬的目標 更加甚至乎有多 這些是部隊各國自己確定可以隨時調遣的資源 換句話說 烏阿蘭如果真的出現個勢頭 突然之間俄羅斯很 最後進地一鋪 傾國之力去打烏阿蘭 甚至乎打到周邊的波蘭 波羅的海的國家 芬蘭等等這些周邊國家 而影響到北約的盟國的危險 或者影響到他們的安全的時候 就馬上出動了 現在他們最少有個包底 有30萬大軍包底 甚至乎更加多 更加有大量資源 這個快速QRF 快速應變部隊的擴張 就是北約針對可能俄羅斯攻擊所實施的防禦策略改革的一環 其實自冷戰結束之後 首次界定為遼兒指掌莫斯科採取的攻勢 另外 現在也要想想 因為始終北約成員國 俄羅斯不是省油的燈 高超音速導彈 不是野小的 那是不是每個北約成員國都可以擋得到呢 其實真的未必可以的 這個可能需要美國出手 不過這樣說 特朗普上場又會不會 又是我給錢 你們肯 你們吐錢出來才行 你知道特朗普之前那種言論說 你不給錢就有俄羅斯打你 那種言論很誇張 其實是逼人給錢 逼人課金 這個可能也是拋自決 也可能會擾亂俄羅斯的言判 但是現在和局勢升級了 又更加有媒體報道說 梅德偉傑夫即將會被捕 更加令到我們的中國外長王毅 是不是飛了過去和俄羅斯那麼緊張呢 根據有一些報道指出 包括要求對俄羅斯安全會議 副主席梅德偉傑夫六個俄羅斯高官 和知名回體人發出逮捕令 因為他們涉及傳播仇恨言論 這是關乎什麼事呢? 原來是國際人權聯合會 是這樣的 是不是真的緊張得連中國也馬上派人過去呢 其實也不要這麼說 其實本身中俄之間也有關係 朋友 不想弄得大家混亂 可能會繼續出去訪問 所以這個情況也可以看到 俄羅斯方面的局勢現在很緊張 再度緊張起來了 另外日本方面 除了中國冰火兩重天之外 連日本也冰火兩重天 如果大家想出發 接下來六月七月去旅行 即暑假到了 那就真的要看清楚了 什麼事呢? 日本多地迎來今年最熱的一天 就說東京預計溫度達到32度 那32度是否很厲害呢? 內地 新疆那邊 地表溫度70多度 哈哈 熟腳 不是辣腳這麼簡單 成為今年最熱 包括洪谷、前橋、福島等地 預計溫度達到34度 京都更加到35度 出現猛暑日 但溫度在沖繩比較低 只有28度 為什麼呢? 因為沖繩出現超級暴雨 根據日本電視台的報道 關東地區由昨天早上開始陽光燦爛 陽光明媚 好像暗號一樣 氣溫迅速上升 預計大部分地區到夏季的溫度 6月初 6月中 甚至乎到35度左右 東京、大阪、明古屋等地方到32度 洪谷、前橋、京都、福島 氣溫度到34度 北海道庫良野窄房都30度 真是熱热 這麼快就出現了暑 除了高溫外 還有火 冰在沖繩 斷斷續續降雨 沖繩已經到了梅雨天 沖繩的環境 打風、下雨時間和香港很相似 不過說到梅雨的程度 沖繩的驟雨也挺厲害 根據日本放送協會說 原來在沖繩封建城市附近 出現了81毫米的降雨量 所以他發了警暴 他好像在香港一樣 周圍水浸街 你問我我也沒見過 我知道沖繩大雨我也經歷過 我在去年7月中就在沖繩 剛剛一年 其實今年我也去了沖繩 去年7月中十多日 差不多一年 我記得我初三天很大雨 沖繩我還沒試過 因為我還要開車 我簡直覺得 嘩!這麼大雨 因為他晚上不同於香港 其實外國也是 晚上沒有街燈 不是每天都會有街燈 我簡直說 路也看不到 我開大燈了 嘩! 我簡直說 開水灰發聲 看不到大雨 很辛苦 但這次也更誇張 因為他整條街 好像在香港一樣 泛南水浸 都很誇張 浸到上大腿 好像在大埔一樣 昨天那些車都浸了 真可憐 都很誇張 我也沒試過 沒見過 去年沖繩打風的時候 也是厲害的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島嶼 四面環海 樓又不是高 他很受風 但是 乳勁也是可以告訴大家 嘩! 他今年真的 全世界都在玩冰火量重天 好了 說到日本 福島核電站職員 去核電站 測量輻射量之後 突然暈倒昏迷 嘩!不是吧 這件事很嚴重 是否中了輻射毒 究竟發生什麼事 看到情況也很誇張 先看看 根據日本東京電力公司 表示 一名五十多歲的男員工 在福島核電站工作 突然心臟罩停 送去醫院 最後確定死亡 是否因為輻射影響 福島中央電視台引述 東電表示 這名員工在下午12點45分 從第一核電站休息室 被發現睡在地上 因為心臟停止的關係 因為緊急送去醫院 當日下午確定死亡 死因因為家屬的醫院 就沒有公開 東電否認不關他們的工作事 本身自己有些暗病 不知道 不過很難說 這件事 始終我瞞你們 大家都瞞一瞞 有待到原子能機構去調查一下 另外也說一下飛機 之前如果有聽說 略略 其實波音都被人 在網上 我看到有些專家 近期有些新聞 都發現了很多安全的問題 波音的飛機 也有 我看到一些機師 都去分析一下波音 和空中巴士 為什麼現在會多了 航空公司選購空中巴士 是不是比較可靠 當中有很多原因 我不是坐飛機那個 我負責坐飛機 但是近日波音787飛機 再出現一個問題 波音自從被有知情人士爆料 就說原來波音飛機 部分787夢想型飛機 每架飛機有超過900顆螺絲 就沒有正確扭緊 如果是這樣就很嚴重 螺絲鬆的 波音台證實有關問題 在調查當中 強調不會影響現役飛機飛行 說就說笑 不影響之前都出現過很多問題 那 真的很大影響 沒有信心 不過 我們坐空中巴士多 尤其是廉航 通常都是坐空中巴士的 波音也比較少 波音也比較少 我坐空中巴士多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不過我都沒得說 整定 這些就小心 另外 也說說 有禽流感 在澳洲也很嚴重 就說已經有六個養殖牆 出現禽流感 維多利亞省政府就表示 墨葉本附近的一個鴨場 也發現了高致病性禽流感 所以跟之前五個爆疫的加禽量相近 雖然雞蛋不短缺 但是有些田楚蕭市 就說要出一個限彈令 這樣 又殺雞又殺鴨 那些禽流感也挺大影響 好了 接著看看 在印度 有一宗恐怖事 有一個二十四歲的女子 就說 不堪家婆 長期騷擾 竟然 用廉刀 將對手 劏成血人致死 哇 將她 不停 撕撕撕撕撕 哇 好恐怖啊 不用啊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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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 人間悲劇 在印度的其中一個區 一個二十四歲的女子 叫科爾 和她五十一歲的婆婆 家裡 吵怨巴閉 正所謂相見好的童珠蘭 不過這次 就說到這個女子 媳婦 就不像平時那樣 發洋爛爪就算了 說到仍然頂心 於是就拿個鐵柄 吃雞 就 趕對方 趕對方的頭 更加哼哼 殺紅了眼 就說換武器 攻擊力加五十 就馬上拿個鐵刀狂斬 哇 在婆婆身上拖了九十五刀以上 神經病 千刀割 不用 老公回家 發現媽媽 斬了整個血人 馬上通知警方 把母親送到當地醫院搶救 最後因為傷勢太重 最後還是救不了 因為口角 而斬到婆婆 拖八刀 已經是嚇人 說到她被捕之後 爆出所有行兇過程 才是最難令人震驚的 好 OK 她向警方提供 由於她說 婆婆 經常趁她老公出去做業的時候 騷擾她 她才會壓力爆煲 犯下大錯 而她用的鐵刀是老公買給她的 還給了四千印度奴皮 大概三百多元港幣 煽動她殺人 是不是呢 即是說到連老公也想殺死婆婆 真還是假 還是她老屈 這件事件 最後法官宣判 媳婦罪名成立 處於極刑 但原本被控告煽動殺人罪的老爺 因為證據不足 無罪釋放 可能媳婦老吹 反正一不做衣不休 兩個都搞定了 也可能不出奇 好了 另外 南韓也出現了強震 江道元又有大量魚 不是吧 韓國真的很少有地震 很少聽 但是死魚在北韓 或者美洲的地區 經常都有 但是南韓真的很少怕 很少見 這次有當地的民眾 發現在南韓江原特別自治道 江寧市 鏡袍海水浴場 發現了這個怪獎 就是一堆魚屍體 躺在沙灘上 他們不是曬太陽 懷疑和地震有關 當然 是不是真的呢 這些魚模好像感覺不夠力 但是專家告訴你 小事而已 又小事 到大事的時候 又說沒有關係 哪有關係呢 又會這麼巧 飛機撞此妖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急 巧巧 但是不是 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見完都有事情 那你又怎麼解釋 是個別例子 那你真是相信你 相信你 真是吃蕉都行 那你怎麼才可信 我說可信就可信 你很個人主見 我是專家 那你不是嘛 那就是沒話可說 那都行 當然 以上的對話 我們經常都見 你看那些地震專家 火山爆發專家 或者怪異象專家 都是這樣說的 沒有的 小問題小問題 不用怕不用怕 那就好 那我們就不需要怕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 拜拜